北京时间9月26日凌晨2点45分 欧国联一级一组第六轮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 法国做客挑战丹麦 法国在本届欧国联的表现不佳 前五轮比赛只赢了一场 成绩相当尴尬 与其世界排名第四的实力并不相符 对于法国来说 这场与丹麦的比赛还是比较关键的 会影响到法国队的最终小组排名 结果法国队再次拉跨 以0比2落败 幸好另一场比赛克罗地亚击败了奥地利 才让法国队避免掉到垫底的位置 法国队算是狼狈成功保级了 这场比赛得上还是继续选择姆巴佩 吉鲁和格列兹曼的风险搭档 或许是在上一场与奥地利的比赛中 这样的进攻组合效果不错 才让德上做出同样的选择 邓贝来和恩坤库这两大前锋 则坐在踢补席上待命 本泽马和科曼则继续因伤确证 只是很遗憾 这一次法国队的封线球员 全部都不在状态 没能为法国队带来一粒进球 后防线更是被丹麦一次又一次撕开 造成连续丢球 法国队在比赛开始后 一度踢得非常犀利 连续创造出射门机会 姆巴佩 楚阿梅尼 格列兹曼和卡玛文家 轮番轰炸 就是没能进球 缓过进来的丹麦之后的进攻越来越多 极具冲击力 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多尔贝格和奥尔森在六分钟内连接二球 一下子就把法国队踢猛了 半场结束 法国队二球落后 丹麦上半场控球率44% 八次射门 五次摄政 进了二球 法国队上半场 虽然射门数比丹麦还多了一次 但只有两次摄政 而且都没能打进 法国队已经没有退路 下半场开始后不得不疯狂进攻 只是攻势无法转化为进球 姆巴佩有一次绝佳单刀机会 但他的射门被舒梅切尔化解了 非常遗憾 浪费了格列兹曼的妙传 德尚为了改变局面 不断进行换人调整 接连换了五人 但是 还是没有任何效果 丹麦虽然一度场面有些被动 但并没有放弃进攻 在最后阶段测动了几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机会 但没能继续扩大比分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0比2 法国队输给了丹麦 作为法国队的头号球星 姆巴佩被寄以厚望 但这场比赛他彻底压火了 在赛后后score的评分得到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